好,那我们接下来在这个翻例之中呢 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很棒的一个Function 请大家先建立一个新的专案 那这个功能呢 它的名称叫Download Manager 它是一个从网络上可以下载档案的一个蛮棒的一个功能 好,那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个 那这个的话要留意几件事情 第一个部分它的API的Function大概是从第9版的时候才开始 所以请你一定要挑大于9的版本 好,那我们就到15号 然后它也可以允许各位在下载档案的时候 在背景的情况之下下载 所以很多功能的 然后各位写起来也很快 就是不会像以前这样子 就是下载完毕之后呢 它可能会有超时等等的一些情况发生 所以非常好用的一个Function 好,那为了 旗舰呢 我们在画面上做几件事情 首先我们先设计几个 我们先把它删掉 好,再加上一个新的 就是一个是显示现在下载的情况 所以一个存文字的部分 然后一个是下载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取得现在下载的情况 那所以我们就把文字稍微改一下 好,再加上载档案 好,那我再加上载档案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呢也是一样 另外一个呢也是一样 我们就把它做成什么呢 它可以随时去取得现在下载的情况 我們先這樣把它處理一下 UI的部分 畫面就先這樣把它處理一下 就是一個非常精簡的兩個按鈕下載畫面 再來呢 我們的繩子要怎麼寫 程式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等一下先 首先有幾個地方要先設定一下 我的程式精簡 我把一些先刪掉 好 貼上給各位看 怎麼呢 先把它 各位 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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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fe一下 然後再回來 好 所以意思是說 當它去 做完之後呢 它就會從Complete這邊去取得 資料 那這邊資料會有好幾個 所以如果它成功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資料做畫面的顯示 並且把它上來 然後把它顯示在內容上 那這個層 好 把它單獨抽出來好了 不然怕那個層次看起來有點複雜 好 所以在Complete的時候做這件事情 好 所以它會有個load id 好 那麼呢 這是第一個事情 第二個事情就是如果說 那我們按下去按鈕的時候要準備download的時候 所以這個部分已經的download manager 這個部分已經處理完了 那接下來也是 我們剛剛不是在畫面上有兩顆按鈕嗎 第一個就是準備下載 然後第二個是做什麼 就是下載以後的情況嘛 那我們先把Button的部分 也是一樣把補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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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做兩個按鈕 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 了解一下現在 開始要下載檔案 另外一個就是顯示現在的下載情況 好 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它是在看說 各位要不要顯示下載的情況 好 那 我們來透過所謂的Action Download的部分就可以了 好 那 UIL的部分 各位自己可以把它調整一下 就是下載的圖片 那目前為止就下載一本書 就好 那一張照片 那自己可以看你要下載什麼 好 那我們來自行看看 好 我等一下 好 對了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忘了講 好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的User Permission的時候 必須要下載那個Internet 好 那我再弄一次好了 這應該是會有問題 就是我們Internet Permission 那邊沒有下載 好 那我再加上一個Internet Permission的部分 好 那Permission可以用植用加的 User Permission 好 好 我們現在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Interne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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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的時候 你會發現左上角的情況 它剛剛有一個這部分 然後圖片的部分就顯示出來了 好 這部分呢 各位可以把它點選一下 你會發現它會有出 現在過去 就是曾經任何下載的一個檔案的形態 所以各位可以從這邊 可以看得到它 那回來的話 按Back就可以回到原本的畫面 好 那這邊是科朋克老師 這段影片到這邊 再段落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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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